今天我们来聊聊南美政治地震 阿根廷第二轮总统大选的结果 你们可能已经听说了 哈维尔米莱这个极右翼经济学家 当选了阿根廷总统 这是不是意味着阿根廷要走上一条 与世界格格不入的道路呢 他的当选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什么影响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哈维尔米莱是谁 他为什么能够赢得大选 哈维尔米莱是一个自称经济学家的人 他的学历和论文都是在美国的大学和机构获得的 他的主要观点是要把阿根廷的经济和金融 完全与美国和西方绑在一起 他认为这样才能让阿根廷摆脱目前的困境 他的竞选纲领包括 政治上反华 反俄 反金砖 亲西方 亲美 亲以色列 反对南美联盟 反共 金融政策上货币美元化 融入美国经济 金融上完全倒向华尔街 经济上走新自由主义的路子 经济部门私有化 能卖的多卖 包括教育和医疗全面私有化改造 你们可能会问 阿根廷的人民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人呢 其实他的当选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策多么有吸引力 而是因为阿根廷的左翼政府 在过去几年里 没有给人民带来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阿根廷今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20% 本币不断贬值 贫困率超过40% 外汇储备枯竭 这些都是让人民失去信心和耐心的原因 阿根廷的经济困境并不是左翼政府的全部责任 而是受累于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 南美整体区域经济也一直不好 但是人民需要一个出路 一个希望 而哈维尔米莱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用他的口号和承诺 来吸引了那些对现状不满的选民 那么哈维尔米莱的政策 真的能够让阿根廷走出困境吗 我们来看看他的政策的可行性和后果 首先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危险的 他想要把阿根廷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市场切断联系 这对阿根廷的出口和投资是非常不利的 阿根廷的主要出口产品是牛肉 锂 铜等 而这些产品的最大的买家就是中国 如果他要反华 那么他就要放弃这些巨大的收入来源 而他的周边国家 比如智利 巴西 都会抢占这些市场份额 他还想要反对南美联盟 这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和邻国的合作和互利 而孤立自己 他想要亲美 亲以色列 那么他就要面对美国的霸权和干涉 以及中东的动荡和冲突 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不符合阿根廷的国家利益的 而是完全迎合了美国的利益 其次 他的金融政策是非常短视的 他想要把阿根廷的货币美元化 融入美国经济 金融上完全倒向华尔街 这就意味着 他要放弃阿根廷的货币主权和金融自主 让阿根廷的经济完全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波动 这样做的后果是 阿根廷将失去对自己的经济的调控能力 无法应对各种内外部的冲击和风险 而且还要承担美国的通胀和债务的压力 阿根廷的经济将变得更加脆弱和不稳定 而且还要面对美国的金融制裁和敲诈的可能性 最后 他的经济政策是非常残酷的 他想要走新自由主义的路子 经济部门私有化 能卖的都卖 包括教育和医疗全面私有化改造 这就意味着 他要把阿根廷的公共财富和资源 都卖给外国的财阀和买办 让阿根廷的人民失去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让阿根廷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更加严重 这样做的后果是 阿根廷的人民将陷入更深的贫困和困境 阿根廷的社会将出现更多的动荡和抗议 阿根廷的政府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哈维尔米莱的政策是非常不理智和不可取的 他的当选对阿根廷的未来是非常不利的 阿根廷的总统